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 然后主席也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 能够得到英国女王这样的接见的这样一种履遇 我觉得也说明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现在确实在国际上应该是被每个国家所重视 然后我觉得背后支撑的话 应该还是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好 国际上很多的国家也会把中国当成是一个很好的经济合作的伙伴 所以说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还是挺自豪的 英国和中国的历史渊源比较优长 现在等于是欧洲的经济好像是 就是英国还是 怎么说呢 就是好像对中国比如上去年的亚投行 它还是率先加入的 好像对两国的经济的发展 好像是前途比较的光明 就是现在也说明那个 英国人他们也开始真正的去 正是中国的这种 作为一个大国 作为一个新鲜大国了嘛 过去的话 其实欧洲这些国家是不太重视中国的嘛 现在就是英国这么老牌的帝国 都已经很认真的来对待中国了 其实是把中国作为跟 至少跟美国同一个党次的一个层次的国家在交往 最后是一位子分了 我们还没过去的 社群文建议 接着要安全的 以外的未经济 标志 就是说明 说明 接着要安全的 就是这样的 是